嗨,大家好,今天是除夕夜,年菜准备好没? 那你知道你吃的年菜也是庞大商机吗? 一年上开台币20亿哦! 焦点观点plus,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1月8号 刊登在远见杂志的 今年围如你吃哪一家的年菜 现代人生活形态转变 品质要下厨已经不容易了 过年到来准备手工繁复的年菜加油 更是难上加拿 这时的预购冷冻年菜越来越火红 很多的业者透露年菜预购 业绩已经连续4年成长 据估计一年已经超过20亿台币的商机 如果在Google打上年菜预购 饭店、餐厅、超商、超市、购物网站等等的 各自选择五花八门 比如来说超市龙头全年 今年年菜的预购就有91项商品 共7个列别 像是团圆年菜套餐啊 懒冬进补锅物啊 经典功夫菜啊 佛跳墙啊 米糕啊 云选生鲜啊 半熟点心等 主打 围如在家 轻松伴坐 您就是功夫大厨 所以在去年11月预购跑到去年的年底 它就已经将近8000万的业绩 而通路龙头7-11 首播年菜预购 品项也突破100项 瞄准的是小家庭或者上班族 70%都是全新的话题商品 像是海底捞 锅物套餐 太和店 晕泱火锅汤点 都是强调免上餐馆排队 在家就能迟到 而全家便利商店则是用 米其林心急菜肴 独家联名品牌 两大策略 抢工年菜商机 全家年菜档期 共推出400项的商品 网络像是滴水房 养心茶楼 宽心圆等 蔬食餐厅 将近30款的蔬食年菜 都有提供 但除了这些 同如也谁以外 国内食品大厂 大臣集团 进攻年菜也是非常的积极 大臣旗下的星光食品 已是全台最大的中菜代工食品厂 平常就已经为许多的餐厅 超商代工 生产料理包 像是我们常常在 那种钱贵KDP吃到的牛肉面 就是他们的经典商品 星光食品前身就是老字号的 中医排骨 2008年 星光食品就加入大臣集团 2012年他们就推出年菜 那个时候 他们只有在大臣内部自销 没想到大货好评 所以2014年他们就创立想点子 想是享受的想 想点子这个品牌 推出年菜 抢工市场 在官网销售 足工企业团购 所以2015年他们就扩大 他们的销售范围 就进京的超市啊 超商啊 量饭等通路 所以累积四五年下来 他们的年菜越卖越好 所以每一到春节 他们就开始准备下一年的年菜 所以星光能发展年冬年菜 他们业绩在五年内就成长了十倍 如今每个月能产量 能达900公顿 光是每年的年菜组合 销售额就四千到五千万元 冷冻食品 那如果不好吃 那就错了 所以他们怎么样把冷冻食品做的好吃 重点就在于 他们有很多很棒的设备 所以大臣投资上议员 在中立打造冷冻条理的食品场 取得GMP、CAS跟ISO22000 等多项的国家认证 他透过急速冷冻设备 缩短这个冷冻时间 让冰晶越小 复热的口感就越接近现做 所以他们过去不止有这样的设备 他们还怎么样 他们还做YouTube 他们把 因为很多人的复热方式就是错误 所以他们找来他们的师傅 把这些复热方法摆盘方式 在网路上做教学 放在YouTube上面 你主要在YouTube上面 搜寻想点子 就主厨亲自示范 如何料理年菜 而星光不只把年菜 就拿来卖 他们还把老年菜的传承 视为他们品牌任务 他们主动找上许多老字号的名店 用食品的技术 保留难得的好味道 热销年菜像是金龙佛跳墙 就是詹金和这个 星光的总经理找上 台北的冰江市场的名店 去做个技转的商品 好的 今天的美丽商业就到这边 今年农历春节来得早 加上家庭 台湾的家庭结构 多为二到四人 组成了小家庭 不再强求大费周遭的预备 快速便利搭配 排队名店到你家 在保存技术上的进步 也保留了如同现做 食品的新鲜的口感 让冷冻年菜 不只成为了过年的绝佳选择之一 更带出上看20亿的商机 不可小觑 年菜选择白白种 今天除夕夜你家的年菜 吃哪一整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